木筏求生的第176天 为了解救德鲁王国的危难 我和玉儿紧急制造出第二艘大船 准备出发 这是我和大炮第一次分开行动 心里还是感觉有点不太放心 辉哥 今天这大船从哪开始动工 目前来看 大船的底部已经基本完成 咱们需要根据实际需求 搭进大家的卧室 会议室 还有撂望台 就按你说的做吧 反正我也不太明白 这个嘛 没事 毕竟你是第一次造船 跟着我来就好了 嗯 明白了 好 那咱们走 怎么了 玉儿姑娘 我明白了 那我先去做饭 谢谢 谢谢辉哥 小海啊 师父就快到了 你别心急 也不知道你最近过得怎么样 嗯 还有多远呢 哦 对了 不是还有雷达吗 怎么忘记用了 赶紧去看看 怎么还没电了 哎呀 真麻烦 再去拿一块电池 嗯 好了 打开 嗯 怎么雷达显示这么近 我的妈呀 这新船跑得也太快了 不过 这里大战 怎么破旧成这样呢 赶紧上去看看 小海 师父我来了 你快出来呀 哎 人呢 怎么不理我 小海 你在哪呢 这感觉不对呀 我得赶紧看看 这 人呢 难不成小海已经 不 不会的 我瞎想什么呢 小海一定不会出事的 嗯 这还有个字条 大炮 师父 我是小海 你现在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我已经离开这座雷达镇 前往了9527坐标的 销魂酒馆 我到那等 到时候咱们爷俩 喝上两杯 这个臭小子 居然跑去喝酒了 得了 我也赶紧过去 咱们先把二楼卧室的主体 搭建出来 然后是三楼灰室 最后是四楼亮望台 接下来 将船尾封路口 再搭建通往二三四楼的楼梯 将卧室涂上燃料 大川主体涂上燃料 嗯 好了 月外姑娘 接下来咱们就把基地的物资 运到船上吧 哇 咱们这么大的船 得装多少物资啊 这下基地的物资 怕是要消耗殆尽了 但是跟救援比起来 这都不算什么 物资没了 咱们可以继续打捞 但是如果救援不及时 可就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呀 辉哥 我都懂 咱们快开始搬运吧 这样也能早些出发 好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现在正式任命你为救国物资管理员 这里以后就交给你了 你先在这里守着 我就跟女神医他们告个别 好的 惠哥 这里就放心地交给我吧 那个 炮嫂 这次出去事出突然 等大炮回来的话 你一定要将事情的原委告诉她 你也知道 她脾气比较急 千万不要让她追过来 嗯 我明白 有我在 她不会乱来的 嗯 好 炽小英大哥 救护站的安全就交给你了 阿辉你放心 有我在 救护站不会损伤一分一毫 好 那我走了 月儿 咱们出发 我的天 我以为小海那臭小子跟我开玩笑呢 没想到真的有销魂酒馆 里面环境不错嘛 居然还有电视可以看 还有音乐可以听 没想到末日之中 还能有这样的地方 小海徒弟还真会安排 不过他人呢 老板 你见我徒弟了吗 老板 你怎么不说话 你的意思是说 你不会说话 好吧 那我就先在这儿等会儿 那个 老板 给我来一杯你们这里的特色酒馆呢 啊 有人来了 怎么是你 我小海徒弟呢 哼